2020年不平静 受到新冠肺炎传播影响 大公司营业受损 小公司苦撑营运 冲击到的更是许多基层的工作者 为了协助弱势家户 能够撑过这波疫情 虚功无极慈悬功 结合中和区姓和礼 仁和礼 文员礼和中正礼 关怀邻礼 号召更多社团企业 加入爱心行列 温暖弱势居民的心 我们从自己一个礼开始 这一次扩展到周遭一共四个礼 同时来发放 会踊跃的参加 因为我们做食品的 就给我们这些弱势团体 尝尝我们的高点 公庙他们也提供我们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可以在 今年结合附近的三个礼 一起来发放给这些低瘦路户 或是弱势族群 让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资源 然后度过这个生活的难关 这个物资都这么丰富 公主呢都很 很有心的去召集这些物资 然后包含现金 来满足这些礼民的需求 非常感谢他 发送能够应急三餐的民生物资 先让餐食无忧 虚空无疾慈玄公 从中和区公所那边 得到申请低收入户补助的家户 有增加了趋势 向真心同济会提出寻求赞助红包 让列车的弱势个案 能够有一笔紧急应用的款项 我们都是为送了社福金 米油 日常的用品 最主要是让大家过得生活无力 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 这是我们同济会最主要的目标 每一年每一年 也许又一直增加 当然这是善的起点 这个善是我们同济会 一直从开始就一直在做的 从来没有间断 也不会间断 大环境不理想 脱贫更是不容易 再加上今年疫情影响 更多基层工作者受波及 地方里长联合公庙善心一举及时送暖 为他们加油打气 度过不平顺 迎接更好的未来 记者065志恒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